一輛私家車和一輛泥頭車 星期四上午9時多 沿著佐敦道往伊莉莎白醫院方向行駛 去到拔萃女書院對開 佐敦道與各市道交駕一個燈位的前面 私家車懷疑因為燈號而停低 美製的泥頭車收制不及 撞到私家車的車尾 兩輛車的損位都很輕微 而私家車的乘客就報稱頸痛 本來只是一場小的意外 不過交通警道場調查意外成因的時候 揭發泥頭車的司機涉嫌停牌期間駕駛 於是將他拘捕